为了延防中台山陀儿所带来的豪大雨 吉安湘工所30号的上午和第九河川分数 前往荣光车水站视察机组的运作情况 确保机组正常能够发挥防灾功能 减少台风所带来的损失 中台山陀儿来势汹汹 依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指出 迎风面的花东地区降雨 有机会达到1000毫米左右甚至更高 为了延防机淹水的可能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数与吉安湘工所 也特别前往荣光抽水站视察防汛整备的作业 要确保机组正常能够发挥防灾功能 相关的海提的一个防汛整备 跟保护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大概都备妥了 那当然我们一定会确认在确认的方式 持续在加强在整备当中 我想这台风大家都知道 从昨天这个山陀儿台风的部分 在昨天早上的八点半的时候 我们气象署的部分已经发布了海景的部分 那紧接着在今天早上两点半的时候 也发布了路景 所以我们九分数的部分也动员了 我们大概从昨天的三级二级到今天早上九点的部分 我们已经一起来开设当中 目前我们大概在花蓮系跟秀库园系总共有14站的水位站 目前是在这个马太安西的部分稍微高一点 可能还打我们的二级警戒水位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目前还是安全的 请大家提高警觉 尤其在每一户的家户的前后的排水口 以及楼上的排水口 都必须来做好清除障碍物的工作 除此之外在这里也呼吁乡亲好朋友们 吉安相公所的QR Code门牌 随时也进行通报 以及我们的电话通报 若有遇到需要紧急来协助的 请跟吉安相公所迅速的来做沟通 除此之外 这里也要请我们三区 所有的一个准备土石流 一烟水地区的乡亲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需求 请跟吉安相公所来作为一个安置的一个准备 届时如果我们的灾防中心下达命令 要来作为安置的时候 吉安相公所会迅速的启动安置的工作 尤其在我们的华人海亭 希望大家不要来关浪 也不要靠近维持安全地义 很重要的防护 30号开始 华林地区沿海都开始出现大浪 对于来势汹汹的中台山托尔 吉安相公所也完成相关的防灾准备工作 除了有移动式抽水机 清洁队也准备了沙包提供民众登机领举 邮世震表示 中央地方其力尽早做好防灾措施 才可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许立请吉安相采访报道